眾議員以劉培洛西來跟台灣訪問了 中國對於台灣這次的包括農業產品和這個貸貨、飲料、旁邊 保健食品頂頂禁止來出口中國的成功出席 民進中國這款的出路指令委託表示 大陸美金生理到三景及其白帶 眾議員做的是品頂吃到農民 他們面對這處所帶來影響那種感覺的可能性 食品以及農產品的部分 我們也會積極打開其他的通路 我們覺得其實自立自強才是自救之道 我們還是必須要希望政府在各方面 產業還有國防方面要把這個硬起來 要趕快打開通路來尋求國際的聲援跟支持跟澳園 這幾歲報告到這個白帶魚和竹甲魚和這個牛丁 文壇頂人受影響 市長表示文壇的部分是比較少的 煩惱也希望中央可以優勢做為 這個包括竹甲魚 包括白帶魚 包括一些食品廠 對台南市產業的衝擊 不能說沒有 但是因為台灣是整體的 有一些其他縣市譬如說文彈 柑橘類 其他縣市柑橘類佔很多 它銷到中國大陸的通路受阻 那自然會回銷到國內 回銷到國內就會衝擊到國內的市場 要處理這個問題 要因應這個問題 應該是以全台灣的這個國內市場 唯一這個考量 而不是指以單一縣市為考量 因此可能是我們自己做好我們自己的部分 那也要配合全國的政策 因為在中國制裁的支付表是說 將它做所有受影響的企業和農民 它就像快速上優勢 及時間給的可能的損失 它支付會做到三個月後頓 更轉到市場發展 甚至在三間級市北台中 它就都會叫來做到北台台 靠到中央緊密做合作 南天新聞 等一下支付 蔡芬報道